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高荣志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在进行节目之前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 明天礼拜五本节目有播出提醒一下 因为前几个月我们又是另外林新胜所主持的阿玛阿狗逛大街 不过现在节目略有调整 所以明天我们还是有张大春炮新闻 至于给个说法高荣志律师我们今天有些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我们先谈一个昨天热门的话题 昨天蛮热门就是报纸显得蛮大的 就是司法院要让被告自聘保全来看管自己 作为积压的替代措施 我看干脆彻底一点司法院干脆就让被告自己盖监狱 把自己关在里面 对吧 自己拿钥匙关自己 自住式的监狱 这个是其实是蛮有创意的 是吗 对你会觉得很瞎 我是觉得这个 我觉得很瞎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 他的犯罪的惩罚的前半截 不是他自己盖房 不是惩罚 这个就是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 重生 就是说司法院为什么讲一个好像听起来很瞎的 这个我从你的回答我就知道了 你对积压跟那个在执行 基本上你是分不太清楚的 真的吗 真的 我还对盖房子跟坐牢分不清楚呢 这个你大概分得清楚 不过积压其实 这个跟我们的国情 因为积压在台湾事实上是很泛滥 尤其是以前 以前的积压权是在讲官手上 那讲官其实以前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压人取公压人取公 反正只要你讲的话 不合讲官的意 他就先把你压了再说 你不讲实话是吗 那先压下去 压个十天然后再提出来 我们没有被关过的 你如果被关过你就知道 其实你说压人取公有没有用 我问过一些资深的律师 他们办那个案子说压人取公还真有用 还真的有用 尤其是这种书生 白领书生 是 只是念书的 然后经济犯罪 大老板这种 最怕关 关了之后什么都讲 这个其实跟刑囚有点类似 就是说他什么都承认 对不对 有时候是受不了 有时候是讲真 有时候是讲假 这个就是刑囚的真的问题 刑囚之后他什么都讲了 苏建合也什么都讲了 王英仙他还讲更多 但是王英仙后来被证明 他其实是李世科去犯的那个案子 对不对 好 我要回顾头来讲 就是说我们有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 就是说假官尤其是羁押犬 他在假官身上的时候 其实浮烂鸡压 那为什么浮烂鸡压 再回过头来讲 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司法的效率太差 所以人民 其实人民不只是要争议 要及时 及时时间要 你不能够拖太久 因为拖太久你就觉得说 你一个案子拖了十年 然后十年之后才宣判确定 大家讲说十年前发生什么事 根本连想都想不起来 所以其实司法案件 因为我们的真正的原因是效率不够好 效率太差 所以我们会把很多的期待都放在羁押身上 所以一压了我们就觉得 这个案子确实一压了之后就觉得说 好吧那至少有一点公平正义得到实现了 但是这就出问题 为什么这就出问题 因为羁押它事实上 是大家都知道 羁押是这个案子还在审理当中 只是一个所谓的保全手段 所以你如果真的正本亲缘来看的话 他羁押只是要希望这个审判能够进行下去 然后被告不要逃掉 被告不要先跑了 跑了之后这个案件就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羁押本质上跟所谓的我们这个所谓法治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 他是有紧张关系 有高度的紧张关系 因为一个人等于还没判有罪之前 你就先把他压起来 你就先把他关起来 所以他事实上 这个羁押的使用应该是要比较慎重 应该是要比较慎重 这个才是正本亲缘的做法 那我刚刚有讲有一些历史 还是说背景 我们的因为诉讼太慢 所以很多的工坊 事实上前哨战会变成是推到羁押这个阶段 我所谓的前哨战就是说 这个案子有罪无罪 因为你一旦被压了之后 就之后 不管是第一时间 人民就会觉得他确实有干 跟之后法官要判决无罪的时候 他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很多的冤案 就是早期大概2000年以前 很多的冤案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已经压了 那我们效率又很慢 一压压了五年十年 法官判无罪 坦白讲压力还蛮大 压力还蛮大 所以要平反一个可能的冤案 积押会变成一个阻碍的手段 那有时候法官就会想说 这个是法官可能会是一下 跟被告讲说 你现在都压五年对不对 这个案子如果判五年 这样你可以接受可以认罪 愿意认罪 有的真的就算了 真的是这样 我们之前谈那个徐志强案 徐志强案因为他适用诉审法 但是他被羁押了16年 那其实第一次判决出来之后 判决有死刑改判 无期徒刑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法官就一直在问他 他说其实是用诉审法 他认罪之后是可以减刑的 可以减刑 他就一直问 法官一直要问徐志强 就说你要不要减刑 你如果减刑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关16年了 我给你判个10年12年 还是就判16年 是不是就这样就算了 那在这个语意里面 法官一直不断的询问 他是一个话术 他里面含藏是说 我不认错 你认罪好不好 是 你讲的没错 是不是 就是你认罪取代我认错 那这个法官会这样问 那就表示他 这个有没有赌值的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赌值的问题 这个是他的 就是他当然 因为从事后来看 徐志强就是一个冤案 是一个冤狱 那么甚至还要有国家赔查 那法官会这样去问他 说我们就认罪 我给你多少年 这个语意上 不就是等于说 让对方来替他背黑光 但是在法律上 法官是应该要这样问的 所以在法律上 你很难说 法官这样问是错的 为什么 为什么法律上 因为法律上他会问 他必须要确认 你有没有要认罪 你如果要认罪的话 他可能会适用 这个减刑的规定 那法律上 他是必须要问这个 但是我们听出来的 我们听出来的 就是法官 就是你讲的 法官里面 你认罪我不认错 的意思你讲的没错 你讲的其实跟徐志强 讲的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说法官心里面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笔糊涂账 烂账 已经16年了 那你不要怪在我头上 以前的法官做的 那以前那个时空背警 警察打人的时代 那我们的证据 也不是很充分的时代 那有人咬你 基本上你就很难脱碎的 那个时代 那个烂账我们就算了 都已经2000多年了 那要不要这样一笔勾销 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是有一个 那个坚持 还是有一个信念的话 如果是我 坦白讲 我跟徐志强讲 如果是我 我被关16年了就觉得算了 我真的觉得算了 我这辈子16年就赔给你了 我真的是自认倒霉 因为我还曾经被判死刑确定 那徐志强他怎么说你知道 他说 他觉得不行 他说为什么 因为这样完全失去意义 我说失去什么意义 我也是他自己说 他的人生失去意义 还是说就这样放过司法 他说他对司法没有什么怨恨 但是他觉得 这样会对不起他的家人 跟那些帮了他这么久 十几年的义务律师 他觉得还有其他 关心他的这些社会上面的人 他说如果 他觉得不能认罪 因为他如果认的话 或许他就马上得到自由 但是他对不起这么多帮助他的人 他讲其实这个我还满感动 不过这个讲太远了 我要讲的是说 以前一直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把人家压太久了 法官判无罪 真的压力很大 尤其以前是冤逾赔偿法 现在改成叫做刑事补偿法 以前冤逾赔偿法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自己有错的话 国家可以不用赔给你 还有故意过失的认定的问题 那通常法官会抓得很紧 因为你讲的法官不太会认错 那是千错万错都是你的错 所以包括苏建合那时候 为什么我会很气 司法就是这样 他们怎么说苏建合你知道吗 苏建合他们说 那时候你自白 你自白说你有过失 所以国家不能赔那么多钱 你自白了之后 然后导致法官错误的 误判 对 法官错误的引用了你的自白 搞什么 我自白还不是被你刑求的 讲来讲去都不是你的错 这实在是蛮讨历的 但是现在改成了叫做刑事补偿法 补偿的意思就是 不管你被告 冤于赔偿法应该名字还比较准确 废掉 还是比较准确一点 废掉 没有 但是现在是补偿 因为以前的冤于赔偿法 要件是非常严苛的 他要先去判断这一个被平反的人 他有没有故意或过失 那有解读的空间 那补偿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你是有故意还是没有故意 还是有过失没过失 算了 你讲的刑事补偿法 根本就是让原本 明明可能犯错了整个犯罪机制 我称之为犯罪机制 不是犯错机制 让他脱罪 对不对 你现在说的不痛不痒 相怨话 你讲的没错 相怨话了 就是说那到底是谁的错 我们来评评理 没有人错 那为什么要赔偿 你讲的很对 为什么要补偿 你要司法认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我们国家 这个你应该有切身之痛 是 但是你还没讲到 我们都已经讲了六分七分钟了 你还没讲到 司法院要让被告聘保全保护自己 盯自己 因为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积压跟这个无罪推论原则 有一个很强的紧张关系 我刚刚讲的铺陈那么多的背景 就是要讲说 你一旦把人压了之后 后面你就很难收拾 尤其是现在是刑事补偿法 所以以后 这个人只要判无罪 不管是谁的错 不管什么原因 国家就要赔钱 所以法务部一直 之前一直在推一个 因为大咖都跑了 群情就激愤 媒体一直修理 法官一直修理 家官一直修理司法 法务部就一直讲说 好那我们要推重罪纪压 所以重罪纪压就是 一审 他只要判有罪 就要把人压起来 你刚刚说大咖都跑了 我们把名字列一点 大咖都跑了 譬如说之前 武则远 武则远 武刑宝 陈优好 大家记得起来 什么广山的那个 曾正仁人 曾正仁人 还有那个前阵子 那个警察官 景天博 大家都还印象深刻 好那个大咖跑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 他是一个有钱人跟没钱人 就是说你有权有势的人 才跑得掉 说白话是怎样 法务一直想要推了一个 叫做重罪纪压 重罪纪压 而且他还觉得 美国都是这样 我觉得他在理论上 是站得住脚 在实际上 在我国现在是还不能推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我等一下讲原因 那我先解释一下 法务要推这个重罪纪压 法务因为他要推重罪纪压 就是一审只要判有罪 就把人家压起来 那问题呢 它其实会导致类似的情况 就是我刚讲 以前是假官就把人家压起来 那压了之后 之后如果判无罪怎么办 那我们国家现在一审二审三审 都还在那边更来更去 所以一审到二审可能改判 二审到三审回来又可能改判 所以国家如果之后判无罪 可能要赔钱 那第二个是会增加法官 判无罪的压力 这情况是类似的 所以法务部 法务部一直强推这个 甚至于在媒体写文章 一直修理司法院 那司法院不同意 司法院不同意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这个风险太高 因为到时候二审三审 之后一定会改判 改判其实都有一点点本位 讲的比较不好听一点 当然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立场 假官就是极恶如丑 法院就是认为说 这个人民的情摆是重要 这是场面化 但是事实上是谁要负责 因为如果你提早 把人压起来的话 那假官的压力就会少一点 我现在讲的是筹划 那如果你压错人 之后判无罪的话 第一个法官判无罪压力大 第二个是法官如果之后 又判无罪的话 国家要赔钱 法官被骂 所以司法院站在他的立场 他就比较不愿意 采取法部这个重罪积压的制度 所以他要把这个制度改成被告 招击压之后 这应该是说在 替代措施 替代措施 那其中的一个亮点 还是说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这个 被告 自费请保全 盯着自己 盯着自己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法务部那时候 一直在推动修法的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 你要启动所谓的防讨机制 历任的法务部长 都讲的这样子 那个口莫横飞 讲官也说 我们一定会好好的采用 这个防讨机制 总长官就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 防讨机制是很贵的 防讨机制是效果不脏的 因为你要 你知道要24小时轮班 大家想象一下 你们家的那个公寓大楼 只要24小时保全轮班 你们的管理费就要多少钱 而且你只要盯一个人 那现在的话 因为怕被骂 所以防讨机制就要求 要盯的大咖就变多了 那变多了之后 那个费用就很高 所以司法院就是 有一点头头一脚 要头头一头 脚头一脚 就是要 意思就是说 好吧 既然这个太浪费钱 那不要花国家的钱好了 那就让民间自己自费 花钱 也就是让被告自己 自己花钱嘛 那你找保全 盯着你 那这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当这个被告 在一审被判 或二审被判无罪 或者说到最后定验是无罪 那前面他花的钱怎么办 不会啊 这不会有 应该有形式补偿吗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叫做积压的替代措施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两条路让你选一条路 我们法官觉得你有积压的室友 但是可能还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性 那可以积压 或者是积压的替代手段 让你自己选一个 那这是你自己选的 国家就不用花钱 所以替代措施有好几种 一个就是聘保全 自己看自己 这是新的嘛 政府可以 或者是司法单位 可以不负责任 可以不用花钱 那也就是不负责任了 负责任就是把它压起来 但是压起来 第一 要嘛就是要把 要嘛就要把他压起来 要嘛就要把他放出去 那放出去还有其他的替代措施 替代措施是其他另外一种 但是因为我刚讲了 压人有一个 跟无罪推定有一个内在的紧张关系 所以一定是压人的 其实压人的比例应该是要 降低才对 我们国家其实都还是太高 那应该是要越来越低才对 那越来越低之后 只要有一个大咖跑掉 又全民激愤了 所以司法院才会想出这些方法 那当然其实不止一种 只是这个特别被拿出来做题目 好像只有这一种 其实没有啦 还有什么电子教料 还有什么什么 现在常见的高额的保释金 然后定期向警察局报到这些 这一期都是有 那只是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说 法务部 他们一直想要采取重罪机 那司法院 以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是不适当的 那我刚讲 其实我比较在这个地方 我虽然觉得说这个 司法院采取这个自求 自己聘保全 会衍生新的问题 但是我还是觉得 呃 有的大集团他自己就开保全公司 那保全怎么管得住他们 诸如此类的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重罪机啊 法务部的重罪机啊 为什么我觉得还是起起以为不可 因为我们国家刚讲了 二审上三审 三审 三审之后再回来的 那个改判比例是 百分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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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高的 百分之十六是很高的 那这个这么高的改判的比例 其实是不适合用重罪机啊 那为什么美国可以呢 因为法务部现在拿出来 一直不断拿出来讲 就是美国为什么可以 很简单 因为美国的诉讼制度不一样 美国诉讼制度基本上 所谓的一审 就是州法院就确定了 基本事实不会再改变 你之后的是所谓的事后审 法律审 事后审法律审 他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 他只有针对这个法律的程序 所以上诉之后 在翻盘的几率 基本上是很低的 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到二三审改判无罪的比例 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是蛮赞成 法务部的理论上的这个措施 我是蛮赞成 就是说第一个 他是希望被告道庭听判 这个基本上我是支持的 因为要不然像我们国家 现在宣判还没有尊严 司法感觉好像是玩游戏一样 你希望被告来 好好的来听宣判 到底是判你有罪无罪 这是一个 听完宣判之后 如果我们的二审也是改成事后审 或者是所谓的法律审 严格的法律审的话 那二审这部分 基本上不太会去变动 一审认定的事实 这个前提是一审的审判 要非常的精致 你犯错的几率要变低 要不然以后冤难 还是会造成同样的问题 如果这些比例 这种改判的比率 都明显降低的话 我觉得就是实施所谓的 有罪羁押 也不是中罪羁押 是一审有罪之后 就羁押的这个制度 否则的话 我觉得只是换烫不换压 为什么 因为依照司法院提出来的 统计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案件还没确定之前 逃跑的比率是低的 三审订阅之后 逃跑的比率就变高了 那很简单 如果你一审采取 有罪羁押的话 其实以后一审就会跑掉 给个说法 但因为民间四改基金会的 高文治律师在我们现场 高律师 我们这位演唱者 我们不能透露名字 因为先跟我们在 正在进行通关密语 但是最近他在 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 是受了一些委屈 而且很明显的 我们会看到 水准低落的主持人 一样水准低落 看起来很好笑 那这笑什么呢 很多笑的过程 或笑意之中 是带有很广泛 而难以根除的歧视 一旦涉及到了歧视 或者涉及到了仇恨 那会让那个笑的品质 以及笑者的文明程度 产生彻底的质疑 没错 这个幽默是很不容易的 的确 他其实是还蛮高深的技巧 所以我如果要耍幽默的时候 都尽量自嘲 因为自嘲比较不会 不小心弄巧成就 就伤到别人 可是我从一个 好朋友上面 他跟我讲 他说你如果 不觉得你是一个 很幽默的人 你就最好自嘲 比较不会犯太大的错 当然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段经历里面 也回头就反映到最近的新闻 特别是跟同性伴侣法有关的新闻 邱泰山和段仪康之间 他们有一段谈话 他们有一段谈话 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同性伴侣的制度 应该怎么设计 有了一段蛮有趣的对话 我觉得是还蛮值得 把他截录出来 因为蔡英文他 在去年10月31号 同志大游行的时候 他特别录了一段影片 说支持婚姻评权 那有趣了 婚姻评权怎么的评权法 他有制度设计 那我很广泛的来讲 我现在只聚焦在同性这部分 其他的LGBT 其他的艺术 我就先暂时不讲 同性婚姻评权 一般会讲有几种制度选择 大概会有三种 一种就是 你不用管那么多 就是改民法 因为一般的异性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 在民法里面怎么设定 你就把同性定进去 那这样就是一个最单纯 直接简单的性别评权 这是一种做法 另外一种是 你要定另外一部法律 因为不管什么原因 就是你要定另外一部法律 叫做同性婚姻 婚姻法 同性婚姻法 名词顾不论 就是说同性婚姻法 第三种做法不是婚姻法 而是说其他世界各国都有所谓的 同性伴侣法 同性伴侣法 我刚讲我现在先聚焦在同性的议题 因为其他国还有异性也可以用伴侣法 这个就不管了 异性你也可以用伴侣法 这个我们先占不论 至少这三种制度选择 有趣的是 邱泰山日前在立法院受执行的 他说他支持定定同性伴侣法 段一康在总执行的时候批评 认为说这是一种歧视 而且是一种隔离的制度 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 就是把同性恋者排除在婚姻制度外面 这个就有趣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这是有三种不同的制度的可能选择 他难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你是完全反对的 那顾不论 完全反对的当然有完全反对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是支持的 你支持的这三种理由 所以你支持哪一个 对这三种理由其实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你对这三种制度有不同的想象 通常支持第一种的人 是对传统的婚姻制度有比较 装崇高 还是说比较圣洁的 严谨的 还是说他是一种 就是对婚姻制度某种程度 还是有一种比较神圣的想象 就是觉得婚姻其实某种程度是 这个制度本身是很值得保障 所以即便我是同性恋 你要给我类似一个神圣的保障 那只支持办律法的人 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 就是认为说婚姻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根本就不要跳入婚姻 即使是同性 也希望能够维持长远的同居跟互相协助的关系 但是他不喜欢婚姻这个概念 对他不要落入这个传统的婚姻的脉 他本质上是 这是一种了 对那也要尊重他的意愿 那就有趣了 所以回过头来制度选择 那你要选择哪一种 你刚刚讲的是两种 还有中间的一个嘛 就是另外制定一个同性婚姻法 同性婚姻法 同性婚姻跟异性婚姻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两种法 对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那你这样的一个是 邱太三好像是第三种 就是不给结婚 不给结婚 我这样说好了 同性伴侣 对只有伴侣 那段宇康是给结婚 但是段宇康 问题来了 我们回头来看 先不管他们两个时间的争议 或者是什么样的差异 如果就立法的用意来看 你不能说 邱太三的意思就是说 不给你结婚 对不对 你讲的没错 伴侣法是伴侣法 对不对 概念上 并没有强制不许结婚 你这样的解读是对的 因为我尊重你不喜欢婚姻制度 这件事情也可能 哪有考虑啊 但是他这样会没有办法 回应那种 那我想结婚的人 就没有这个制度选择 没有经 那么长期以来 没有经过更广泛 或者是深入 跟多样的讨论吗 比如说 希望能够 在同性者 就恋者之间 能够享有的 所有的那些个 全力义务 全力义务 这个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吗 伴侣法 我想应该有吧 伴侣法 他可以把所有的全力义务都比照 这最最豐富的 对最豐富的内容 可以是这样 那只有名称上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那个神圣性 所以崔泰山 你刚讲的 这个倒是提醒我 崔泰山 我觉得他这样子说法 我宁可比较善意 解读他 他比较务实 因为你看全世界的 这个立法的过程 通常都是先从无到有 那有的第一步通常都是伴侣法 那伴侣法有的就是同性 那有的就是连异性都一起放进去 随便你 那你异性要 只要伴侣登记 而不要 为什么不推动说连异性的婚姻 也可以改为伴侣法 有的就是有 譬如说法国就随便你选择 你要结婚 那你就去结婚 你不要结婚 你又去登记 那两个法条内容是不同的 对 它是并存的 它是并存的 你不结婚可以 你就去登记 你就去登记 不是登记结婚 而是说登记为伴侣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其实六都都有在登记人 你知道台湾其实六都可以登记人 只是说他在法律上 在都会里面 在法律上 在民法上面没有效力 没有那么强的效力 那好 你讲这个倒是说 我刚刚说我要解读 秋代山的意思 他应该是说 他这样的说法 比较符合各国的立法经验 因为各国的立法经验 通常是先从五到有 那有的就是先从 比较轻微的伴侣 因为伴侣他可以包山包海 他最实质上的可能跟婚姻 有相同完全一模一样的 婚姻关系 的权利义务的关系 那法律关系 那相对弱一点的话 他可能会拿掉一些 譬如说不能收养 那譬如说 他就是说有一些 譬如说不能继承 那当然这个就不遇而住 他的制度设计可能就比较多样化 那他只有不能回应这一种 我就是要结婚这种 我就是要结婚 那这种某种程度是肯认 那个家庭婚姻的神圣性 那有趣的是其实有蛮多 有一大部分反对同性婚姻的人 其实就是因为为了要维持家庭的神圣性 跟他的那个神圣性 通通都是以维护家庭的神圣性为名 对对对对 但是他会采取两个相对的 刚好是两个完全不同 极端的 反过来说 对于婚姻觉得根本没有神圣性的 也可能会强力的支持 伴侣法 伴侣法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话题 法官协会做了一个调查 那全台两千多个法官之中 有四五百位法官参与了这一次的 应该说意见调查 问卷调查 那其中有六成七的法官赞成人民参与审判 这个牵涉到两个 我必须要问的问题 第一个 我们过去一直在推动什么官审制 参审制 还有陪审制 所以我们重新把观念厘清一下 第二个 六成七参与问卷调查的法官赞成人民参与审判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先概念厘清一下 就是说我们国家司法院在推的这个 所谓官审制 官审 官查的官 他其实台湾独创的 就是说他 因为他太害怕人民 直接做决定 所以他会觉得说人民可能还没有能力做决定 所以他设计的方式是人民你虽然是可以坐在审判台上面跟法官坐在一起 但是基本上你们的意见就给法官参考 那如果法官的意见跟你们不一样 那还是以法官的为准 然后法官只要把不同意见写在判决书上面交代一下就好了 那叫官审制 也就是让老百姓到法庭里面来上法律课 这是你说的 看起来是这样 这是你说的 而且那个法律课很痛苦 我为什么会一直认为官审制绝对不会成功 因为当我是律师 你是检察官 我们上法庭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法官在做最后决定的时候 我们两个说服的对象绝对是针对法官 一定把人民亮在旁边 而且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两个绝对不会用一般平民的语言 去跟他沟通 因为不需要跟他沟通 我还是用术语就好 因为术语比较快 术语沟通比较快 不会浪费时间 我才不要浪费时间去跟一般人民沟通 因为你也听不懂 我要解释一个概念 我大费周章 所以我说他一定会失败 而且人民会很挫折 你在那边因为你不被重视 那你不被重视的原因是你没有实质的决定权 官审制 这是官审制 这是官审制 但是法官六成七受问卷调查 而同意赞成人民参与的这种审判形式叫做参审制 对 那参审制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日本的 那我们讨论很多是 想要学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裁判员制度 那另外一种就是英美的陪审团 那这个英美的陪审团 这个我们比较熟悉 那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日本的这个人民 这个日本的裁判员制度的话 就是人民不懂法律的人 跟法官也是坐在一起 但是他们是一起讨论之后 他们有一个复杂的投票表决的规定 譬如说你要判这个人有罪的话 要法官几票 然后平民几票 那判无罪的话 如果人民全部是冤令判无罪 那法官有一个人的话 可能意见会被人民驳倒 所以他其实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所以他有一点的 混合 就是说混合 就是把人民跟法官混在一起 意见也混在一起 那投票的票数也混在一起 那这是日本的裁判员制度 美国的陪审人制就是切得很干净 他就是干干净净的 就是有罪没有罪是由人民来决定 那我们看过十二怒汉 十二怒汉最经典的陪审团 是十二个人组成 然后呢他们要判有罪 就是要一致决 全部十二个人共事决 要判无罪也是要十二个人一致决 所以这个是最经典的 当然他有些变形 有些变形就是有的时候 只有九个人组成就可以 有的时候不需要一致决 有时候只要三分之二 重多数决就可以 等一下你刚刚讲 有的时候三分之二多数决 重多数决 重多数决 或四分之三 对的重多数决 那他到底是因为美国各州的立法不同 还是案件的内容有差异 都是 美国各州不一定一样 那他主要是因着案件的严重程度不同 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越严重的案件 他要求一致的共事的程度就越高 那比较轻一点 他可能为了增进效率起见 他就会降低 那刑事案件跟民事案件 都有 美国其实都有陪审制 美国都有 但是因为刑事案件 大家比较会热议 就是说好像我们印象中 好像只有刑事案件 其实并不是 被传唤去当陪审员的人 可以拒绝吗 可以你可以拒绝 但是有一些条件 有一些条件是当然被排除了 有一些原因是你可以拒绝 譬如说 譬如说你在美国说我英文不好 那没有办法 那你就说我回去回应说我英文不好 还有另外一种是 我真的太忙这种 也是可以拒绝 也可以 也可以拒绝了 那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 权力也是一个义务 就是说陪审员他制度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当 因为去有时候还要花蛮多时间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案 那取绝案子要省多久 你去三天 其实你三天不工作 对于一些尤其是很忙的人士 专业人士 还是老板来讲 还是说一般的 即便是你可能三天没工作 老公都有可能 你可能是不太愿意去的 所以你就会想尽所有的理由 即便你没有办法对抗 说因为我英文不好 所以不要去 你去那边的时候 法官问你 法官问你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 他故意打反的 你知道吗 他故意打反 他说 故意显示自己没有资格担任 对对对 他会想说 请问你会对于这种 毒品案件会不会有歧视 你会不会特别讨厌毒贩 他说我就特别讨厌毒贩 我对毒贩 我看到觉得每一个都应该枪边 他会故意拒绝 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回过头来讲 这个法官协会他的调查 他说有六层七的法官是赞成的 大概有四百多位法官参加这个问卷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 因为他们其实在讲两种模式 一种是陪审团 一种是参审 那其实就我的观察 如果是一般法律专业的人 法律专业 通常他们都会比较心以 日本的裁判人制度 因为他们对于 人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担心 有点点担心 这是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是我们国家的制度 毕竟跟陪审团落差比较大 因为陪审团它是一枚法体系 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寄受日本跟德国 这个欧陆法体系 所以落差比较大 它的变动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是以 你要司法权的监督制衡机制 如果是以不信任司法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国家应该引进的是陪审团 我并没有说这引进陪审团制度很容易 它事实上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所以是蛮辛苦蛮困难的 所以要有相当的决心 你才能引进陪审团制度 要不然会变成一个灾难 那你如果是采取日本的这个裁判人制度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是半套的改变 你觉得半套的还至少可以磨合 它可以磨合 它可能会减少冲击 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冲击 这些人都会变得那么避免 但是因为我治愿相当的 这些人一定会从来的 那么红色侘容 我可以发现 需要细湿地 细腻 就 今天 你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